从远方拍摄的画面可以清楚看见冰川顺着山势倾斜而下 当时半山腰还有登山客 从那一个角度看也很惊险 冰川如滚滚洪水往下冲 这是冰川崩塌事故发生在海拔约3300公尺处 地点在意大利境内阿尔卑斯山区的马尔莫拉达山 意外发生后直升机立刻出动救援 伤者也陆续送往附近音乐 不过当局表示事故地点向来是登山客和攀岩人士 用来登顶的路线 随着搜救行动持续进行 伤亡数可能再攀升 冰川之所以崩落推广与近期的热浪有关 意大利刚进入初夏气温就居高不下 而事发地马尔莫拉达山三号气温更一度来到摄氏10度 官员已经市井山区可能还会进一步崩塌 凸显全球暖化议题迫在眉睫 欢迎新闻 雪地山 总统的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